只是死对名字神明就可降世 可面对着人人皆知的爱王显胜真剧 男人却哆哆嗦嗦地喊了一声吐地功 结果迎接男人的便是宝为饥腐 只因各国神明复苏 可华夏文明断继 面对着曾经一方天地的神明 后辈却难知其名 在神明擂台之上屡战一半 如今距离华夏消散只剩最后一阵 而当下则是十年一度的神奇之日 随着仪式的开启 全国同考第一的柳燕然便迈着步子走向神奇时 随着他手指轻握 现场顿时出现异响 剑状成竹也是一阵惊苦 这一定是出现了高品神力 华夏有救 剑状柳燕然当即双手合并 中国兵败进归绩 沙神之名传千五 势必之战血染将 铁血担心脏消耗 晚辈柳燕然 恭请沙神百起降临 可这话落进一旁路长生耳中后 他的心中却是一阵 一位来自秦朝的沙神 一场东汉未年的战役 两者相隔几百年 根本毫不相担 听着这些人的乳 他的心中只感觉到了无解 原来长生来自另一个平行世界 身为前世考古学生的他 意外穿越到了此方世界 于是便发生了刚刚的那一遍 但台上的柳燕然 并未注意这边的事情 只是静静地看着白起的虚拟 沉思了片刻后 他又一次将目光看向了另一道虚拟 见状成竹顿时心中一正 难不成他想要激活另一尊未知神 但看着台上的帝人 柳燕然的心中也是拿捏不定 毕竟这可是一尊帝王神明 人神雷入所以显得极为罕见 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只是唐太宗李世明史 长生的心中又是一只陈思 按照他所积累的知识来说 隋唐的帝王服侍以明皇色为主 而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可能是黑色 想到了这里他的心中也先进 惊涛喊 他莫非不是 可就在他陈思之际 这边台上的校长 就延伸喝止了柳燕然的动作 且慢 帝王神明在百年间 第一次在神话内的主义 根据史书记载 华夏树干年的岁月中 诞生的帝王数不胜数 贸然选择 文言一旁的城主同样出言劝激 听着耳边的话 一时间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久久柳燕然才缓缓开口 可是 我离开的话 这位顶级神明就会消失在这个世界 那我们也不能用未来的顶级战力作为 空之天书月 消耗十年国运将帝王神魂固定住 看看有没有前来神起的孩子能够认准 随着金屋从空飞起 这边的帝王神魂也被钉在原地 健壮校长则是缓缓 同学们 华夏出现了一尊顶级神明 疑似唐太宗李世民 大家也都知道一尊顶级神明 对于目前的华夏多么重要 神明之战 华夏已经输了两场 再输就要割地陪让 如果没有顶级神明出现 仅靠见先艺人 希望渺茫 我知道 华夏文明断层以目前的资料 来判断神明的身份尤为威胁 或许会死 今日有谁敢上前一世 文言台下的不少同学都陷入了一名 但身在华夏的孩子就没有捞住 许许多多的学生 都在此时自告奋勇地站出队 随着一人举起手 紧接着就是又一个 即使九死无生 可此时一道声音 却是打破了这喧闹的场景 我知道这尊神明的来历 恐怕与愿者判断不同 晚辈精灵学府陆长生 愿意一事 言霸这边长生 便不顾朋友地拉扯走出了人群 看着这一幕校长 也是心中陷入沉思 难不成他真的了解 这位帝王的生命 但经过了权衡力毕红 他便同意了陆长生的 醒神情声 毕竟没有人能阻拦 一位华夏人的赤子之心 而与此同时 观众席樱花 看着华夏面对着一个未知神明 义无反顾地抢着现身 不少的樱花国民 都露出了一副无懈的目光 听着这边的讽刺 长生却是将双目紧闭 开始调整自己心境 随着他将手放在神起时 一道笔柳燕然 恶不忽的气息在此 见状不止樱花国傻眼 其余的国家皆是露出惊讶之色 目前世间唯一遵拥有 红色气韵的神明 坐落在范蒂冈 有人称之为上帝 可此时台上的长生 却只是静静地看着那道虚影 因为他深知 这句神明并不能用SSS级来顶级 只能说SSS级是等级上限 而不是他的上限 即使同为SSS级 神明恐怕都难以与他比肩 看着那道虚影逐渐凝视 校长身体也止不住地开始发动 手持巨斧顶天立地 肌肉球结面容粗犷力大无穷 莫非是上古神话中的行天 闻言长生的眉头又是一种 看来这个世界的华夏神话 已经消失得太久太久 或许这正是我前来这儿的意义 随即他便再次一步谈 太续盘古造乾坤 鬼力神经替混元 妙果虽原心不勇 凡神已退际独存 完备陆长生 恭请创世神盘古 而随着他这句话的落下 台上的观众席再次响起了惊呼 真是人不可冒想 真没想到他能觉醒的SSS级神明 这边的盘古在觉醒之后 长生身体也被一抹红光包裹 与此同时他的身旁 也响起了一道冰冷的鸡血 人物怒长生气和度 百分之一 本命神 堂古 而另一边的万神殿之中 一道比其他身影更为强悍的神群 也悄然地在神殿出现 剑状扫地童子的心中先是一阵 然后就火机火燎地 丢下了扫帚跑向山顶 在费力地拿起了气韵锤后 他便狠狠地敲在了气韵中身 伴随钟声的响起 远在别处的剑仙 也吃惊地看向万神殿 闻声这边的校长也从愣神回神 气韵中久响 久为吉树 更古为了 他确实是激活了至高神明 天佑华夏 我们也拥有了至高神 而一旁的柳燕燃的心中 同样掀起了惊涛骇了 要知道这可是SSS级的神明 历史上最强的华夏神明 气韵中也不过响了三圣 他竟然能引起九生回血 而这边的动静也很快引起 另一边樱花国的注影 得知消息的得穿天皇气的当场 垂起了桌子 混蛋 一个华夏的笑 居然觉醒了至高神 严霸他又看向了一把 松本阁下你是否有把握应对他 闻言松本的眼中也是多了一把杀意 新人神圈者即便唤醒了至高级神明 以他目前的契合能力 也很难在内台上照顾 以我目前的能力 可以轻易撕碎他以及他的神明 听到了这话得穿天皇的心中 这才稍缓的心 华夏与我们世代血者 不能让他继续存活下去 通知下去发动所名神战 而与此同时的长生身上的红光 也随着融合逐渐消散 在转过了身体后 他就又看向了一旁的帝王神明 可这时地面突然一阵雨 下一秒路长生的身影就飞向了天 紧接着他便传送到了一处一空间 眼见长生化为了投影 一旁的校长跟城主也是一阵 这样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真该死了 看着校长跟城主的这番模样 刚刚还荒神的樱花鼓 皆是兴奋的一阵大笑 急了 他们急了 哈哈哈哈 恼羞成怒了 而身后的德川天皇更是乐道的天际 虽然消耗了十年国运 但除去一个天才 马上他们就能从华夏国连本带利地拿回 与此同时 剑仙的这边也快得知了国运之战的通知 他们的心中也深知所明战意味着什么 用来针对华夏刚刚燃起的星星 想到了这里剑仙也不禁握紧拳头 本场鄙视我华夏天才若有此 明年今日 我必马他吸睛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快这边的松本就遇见了钢筋擂台的长生 鲁秀未干的小子 你要小心哦 即便是你们华夏的剑仙在此 我也能够轻易撕损 而此时的长生却是自顾自地拖起下来 毕竟现在的他还无法召唤他 不知道刚刚被固定的帝王会不会出现在神话类的 眼见长生也不搭理他 松本则缓缓躲不朝他走去 怎么了 连正是我的勇气都没有了吗 可就在这时 松本的身上莫名其妙多了一股威亚 我说 你这舌头熬汤应该不错 呵呵 灵牙利止 等一下我便亲手摘下你的脑袋 未失我的神秘 不多时神话的主持人阿弗洛迪特 也从空中飞来 在初步地介绍了一下战况后 这边的阿弗洛迪特就再次换出神明擂台的规则 看着面前的东西 长生的心中也是多了一抹凶狠 胜者生 败者死 加仇国恨 今日我一并清算 你我积分高下 也决生死 眼见两人已将规则收起 代表着长生的第一战也在此刻打响 随着松本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 长生后面的个人信息也同时展开 接下来神明之战 樱花国VS华夏国第三场 幻神开始 没等这边主持人的声音落下 这边的松本就已经将手放在了神起室 抢先一步进入了神起空间 刚进入空间这边的松本 就不禁朝着长生发出嘲笑 八七神已经撕碎了你们两位神明 颤抖把乳秀未干的响 而随着长生这边进入空间 校长跟城主的心中同时一紧 事情还是没能如他们的希望美 由于长生跟旁古的契合度太低 空间中果然没能刷出旁古 这不禁让所有人的心中一紧 看来这一战注定要失败 然而此时长生的目光 却是停在了那尊帝王虚颖身上 您不该被遗忘 也不该掩埋在历史的尘埃 看着长生停在了虚颖面前 这边的校长跟柳嫣然皆是看向空间 长生这尊帝王神明 最有希望的是史书中记载的唐太宗李世明 没等这边院长还说些什么 长生就已经一步踏出 秦王扫路河 古士河雄灾 归剑绝浮云 诸侯近熙来 纵横屁女 千古一帝 后世不孝子孙 拜见华夏始皇 宁正 随着长生的声音落下 一道光芒也瞬间笼罩了虚颖全身 紧着虚颖身躯也越发凝视 见状刚刚还有些紧张的成竹井 此刻又兴奋地站起身体 然而院长却是一脸担忧 毕竟那只是一具人神 人神的实力 普遍会弱于同等级别的妖神 而长生又刚刚契合这尊人神 恐怕很难是同阶八旗大蛇的对手 看着长生招呼而出的人神 这边的松本眼中也多了一母亲 果然你没有能力召唤出创世神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你居然召唤出了一尊雷弱的人士 可面对着松本的叫嚣 长生却是依旧不理不采低头作依 后世不孝子孙陆长生 拜见祖先 后世一望宁 自是不孝 不过自今日识 后人将永远铭记始皇的功绩 名和嫂屁腻 书同文 车同鬼 和弃国之名 与我大下子民心目中 埋下大一统之念 历经百代 干代人 我大下子民生生逝世 牢记祖国之地 不可分 名让万里山和再无异族 亲人肆意见他 见人间奇迹 威俄长城拔地而起 庇护着江山万民 名让世间思想异地 焚烧邪门歪道 以及愚民点集 随着这些话的落下 两人之间就被一股金光笼罩 人物 陆长生 契合度 百分之六十 召唤神 明正 见状台下的柳燕然 则是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陆长生他说的 真的是华夏历史 华夏历史上 还有如此丰功伟绩的帝皇 与此同时的台上 松本依旧不屑地抬了台上 即便是帝皇又如何 一个人道神明 又能掀起什么波浪 闻生 嬴政这才注意到了 这边叫嚣的蠢子 他是 在听到是欺压华夏的一族后 嬴政的神情 也多了几分的音力 区区一族 怎敢欺压华夏 犯我华夏者必诛 可这番话 却是让樱发国民笑张的大 你们听到什么了 区区人道神 放出如此大话 果然是华夏国的神明 最擅长的就是自我安慰 而空间内的松本 同样也是不懈地勾起嘴角 不愧是当过帝皇的人 真是霸气十足呢 就连嘎气大蛇 都同样发出嘲笑 区区人神 没想到你已经狂妄到 想要挑战真正神明的者 可怜可笑 本以为会是一场 酣畅淋漓的大战 熟料却来了一个人士 真是无趣 这小小的身份 连给本神塞亚缝的资格都没有 但此时的嬴政 却只是缝缓抬了抬手 仅这一道金色光芒 也在此刻凝聚了 镇这一生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有试过神 此剑定其 剑撞八气大蛇 则也爆出浑身气息 来吧 尽情的五剑 争取别让本神失望 这一下 就让你认清妖神 与人神之间的差距 区区凡人 竟敢妄图泄补神明 随着这一击的落下 整个擂台瞬间 被贯穿了一个大洞 看着这情况 不少的樱花国民 都不屑地占起身体 还真是毫无悬念了 不会真有人相信 人神能胜过真正的神明吧 可没等这边 他们的声音落下 一道剑光 就在此刻划破天际 实际嬴政轻轻挥动了 一下手中宝剑 八气大蛇的一个头颅 就掉落在了地面 这下给刚刚还不屑地 得川金的嘴巴 都张得老大 在击溃樱花自信的同时 华夏这边 对于刚刚的不自信 也纷纷兴奋起来 与此同时的台上 看着自己缺失的一个头颅 八气大蛇的心中也是一阵 你体内流淌的不是任何神力 为何却能净发出 不弱于强神的力量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闻言嬴政却是 将剑一横放在胸前 顺则生力则死 这是凝聚华夏干万炼气势 可逆天而行的仙情炼气术 炼气术 真是有趣的小玩意儿 可惜 你斩断的不过是我若干舍手之一吧 我的身躯可断之重生 不死不灭 你一个区区的人神 凭什么阻挡我 你竟敢伤我 当下阿比地狱勇士不得轮回 凡人就该卑贱的不负在地 闻言嬴政却只是冷言与之相对 朕若战败 有愧于泱泱大秦与万民 生死又何妨 不过朕这一生 从未有不可战胜之敌 听到这话 八气大蛇随即再次张开大阵 朝着嬴政就撕咬过去 可结果就是被嬴政斩去投入 但由于八气大蛇 拥有着极其恐怖的再生能力 很快这边的嬴政就陷入了虚弱 剑撞台下的不少观众都不由报道 心中都生出了绝望 而与此同时嬴政却是眼中多了几分坚毅 不死不灭吗 典籍中即便是上古仙神也无法做 想着这边的嬴政再次抬剑 朝着八气大蛇冲去 但八气大蛇的再生能力 还是超出了秦王欲联 错乎 房下嬴政就结结实实地被击中了身躯 然后直接倒飞进了泪台 这不禁让他口吐鲜血 而一些华夏儿女皆是不禁流下眼泪 变长更是心如死灰地打算认输 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再让华夏的仙主去牺牲 可此时的嬴政气息却突然暴涨 这一刻他感受到了来自大秦的气息 随着嬴政再次斩起身体 一道金色巨龙也在此刻显露而出 紧接着就是华夏观众身上出现了一道又一道虚异 随着虚异的出现 此刻的嬴政气息已达到顶峰 现在的他并不是一个人 而是大秦千千万万的人 一时间场面发生腻伤 一个呼吸八旗大蛇就被瞬间斩去无数头颅 剑撞松本顿时就傻了眼 区区人族神明居然能召唤这么多恐怖的人神 我八旗神不会输 随即他便看向自己 而他的眼中也多了几分的杀意 愚蠢的东西 天赋再好又能怎样 有时间让你成长起来吗 随即松本这边就化作了一道虚异 就在长生还在观察擂台的战斗时 这边他的身后就突来了松本的攻击 剑撞擂台外顿时慌了 连忙让长生快走 可继承了盘骨之力后的长生 在松本消失的不久 就已经察觉到了他的身影 在躲避的同时 长生顺势按到他的手臂 然后结结实实地给了他一记过肩摔 看着这一幕擂台外的观众再一次闪了眼 没想到长生的实力竟会如此恐怖 与此同时的台上 长生也只是淡淡地看着倒地的松本 现在的他虽然无法召唤盘骨 但即便是低气和毒 他的肉身强度就已坚如盘石 眼界暗杀行不通 这边的松本也是缓缓站起身体 而他的身躯竟诡异地开始分裂 在其变成两道身影后 就瞬间朝着长生积去 然而这次的长生再不留守 直接两手抓住了两人双脚 然后狠狠地将两人摔在一起 不愧是SS级的神卷者 真硬啊 剑壮擂台这边樱花国瞬间慌了神 就连德川都被这一幕下的浑身发抖 没想到不仅人神如此 连西人神卷者都拥有这样的实力 眼下的局面已经陷入了一边等 但此时的嬴政却只是淡淡地看着 八七大蛇的气息逐渐消散 眼见不敌八七大蛇随即再次张开了哑 一瞬间身在樱花的国民直接融化 八七大蛇的身躯再次变得凝视 而斩去的头颅也在此刻迅速恢复 这边的长生在将松本击倒后 又一次看向八七大蛇的身影 神卷者死亡 召唤出来的神奇会重新回归到造化之门 一定要先击杀八七大蛇了 永绝后患 而恢复气息的八七大蛇 又一次朝着嬴政张开了哑 愚蠢的话 华夏人神吗 你以为你对抗的是本神 不 你对抗的是我身后干千万万的樱花子 你所谓的子民便可以弃之如碧鱼 你所谓的子民就是献祭生命 成为你恢复伤势的 实物吗 朕戎马半生晚年寻觅仙道 世人皆化我 是 朕灵中物得一法 虽不能立地成仙 但可是 苍生人人如龙 随着嬴政再次踏步而出 他全身的气息则被分散到了一句又一句的身影之上 这就是传闻当中的长生恋气术 此时不仅柳燕然的神明气和渡狂者 就连其余华夏儿女的体内 都充满了极其恐怖的力量 然而这并不是不需要代价 在气息分出的那刻 嬴政顿时也陷入了虚弱不入老年 但此刻的他却依旧心心念念着华夏儿女 看着这一幕不少华夏儿女的泪花 再也止不住的路径 原来这就是他们华夏的先祖 甘愿为子民付出一切 健壮擂台外的其余国家 皆是对秦王新生敬佩 而台上的秦王却是缓缓再次抬起头 大秦仙甲何在 随着这一声的喊出 一道又一道的虚影的回复响彻天际 伴随着嬴政下达的最后通告 所有虚影再次转头看向八七大蛇 又是一个呼吸 八七大蛇的头颅又被尽数斩去 自知不敌随即 他又一次高呼樱花国民陷阱 而台下的樱花国民则再次化为基 看着这情况得穿的手都在不由自主发动 现在他陷阱的可都是樱花的精英 于是这边许许多多的樱花国民 皆是贵福在地 要求八七大蛇主动赴死 相比华夏人神的祝愿 八七大蛇这番操作 让不少的樱花国民都为之愤 随着一声赴死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就又是一道 剑状嬴政也拿起了手中长剑 看来你的子民终究还是抛弃了 而随着秦王再一次挥击 一道苍龙也悄然在他的身后腹起 这一战八七大蛇再起步 眼见八七大蛇以死长生也看起松 这样就没必要留你狗命 随即他便一脚踩断了他的锦 然后淡淡地走向台下 现在我宣告 华夏国陆长生vs樱花国松本元宗 陆长生盛 看着这一幕院长跟城主 也是惊讶的张大嘴巴 这才是真正的以凡人之躯 比肩神明啊 而同时台上的主持人也发出通告 接下来会开启下一场神战 稍事休息后 请两国神卷者做好准备 随着这边的声音落下 嬴政的气息竟也在此刻迅速违离 见状华夏的观众席 皆是慌乱地看向台上 但他们现在却什么都做不得 由于华夏几乎没有对这位神明的信仰之力 这场战斗已经让他伤及本元 随着嬴政的气息逐渐消散 他的身躯也再次变成了一道虚异 长生 我可能不能继续陪你走下去 朕只有一愿 只愿天下苍生 没等这边他的话说完 先祖嬴政就已离开了这方世界 看着先祖为华夏耗尽生命 打怕是一项严肃的院长眼中都挤满泪花 子孙不孝 把名遗忘 但殊不知此是台上的长生 却在此刻收到了系统消息 没想到始皇帝并未消散 凝聚信仰之力后可以再次召唤 不仅如此在召唤出始皇提升气和度之后 本命神旁古的气和度居然也得到了提升 想到了这里他的心中也没了刚刚的那种悲声 随即他便看向台下高声喊 始皇帝没有离开 他只是暂时休息 但始皇之名再度传送华夏 便是他归来之时 文言院长跟城主也是长出了口气 将始皇的事迹记录在书本典籍上 让世人永久传送 我们不能让华夏的神明淹没在历史的尘埃 彼此同时这边的剑仙也恰好赶上了迷赛的路 可就在他庆幸之际 这边他身旁的助手神情却是变得极其阴雾 以无知邪 开启神明类的 剑壮剑修顿时傻了眼 没想到身边的人竟会是奸细 而牙医子也不再伪装 华夏没有了 即便有天赋极高的天才神卷 也注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华夏国注定附属于我们樱花国 剑壮剑仙也是缓缓将长剑抽出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而这边的事情也很快传进了院长的耳中 于是这边院长随即也看向众 表明了下一场的战斗 需要重新选择人群 闻言不少的华夏儿女皆是握紧拳头 没想到对方竟会如此卑鄙 眼看第四场比赛就要开始 院长也是一步踏出来到长生跟起 长生 上一场战斗云已耗尽了心灵 下一场就让我出战吧 但此时长生却是将院长的请求 直接博补 我胜算更高 还是让我出战吧 长生不要逞强 对啊让院长去吧 长生 毕竟不是每一次召唤的神奇 你都能认识 院长学识渊博实力是华夏四大学府之神 他的胜算更高 可文言的长生却是淡淡地转过了 其实我曾经做过一个梦 随着长生的话说出 一时间场外的景色静猛地发生变悟 梦中一位茂蝶仙人 他一脸微小 轻轻抚摸我的颅顶 醒后 华夏隐藏的神话便出现在了我的脑海 言霸周围的环境又恢复了原状 见状一旁的院长也是心中感态不 难怪长生能认识典籍当中从未出现的神秘 于是他随即看向长生坚毅的目光 但此时的城主却是依旧来到他身体 劝他尽力而为 没必要一时的意气用事丧命 文言长生也不言语 只是缓缓再次开口 凤凰凹翔翔一九下 果中涅槃药昆仑 口弦诸果安城市 一盏惊灰定八方 更没想到的是长生随意的描述 竟就给玄鸟添加了新的神性 看着玄鸟重新展露出昔日光芒 没等院长这边还说些什么 长生再一次转过身体 然后缓缓地来到了柳嫣然的身体 果安军名传千 长平之战杀神经 铁马金哥扫六谷 归阵四方鬼神器 随着长生这句话再次落下 他便转身再次看向院民 这一刻所有人在不质疑长生的实力 要知道赋予神性那可是要消耗寿命 长生这番是在用生命 为华夏点燃几份星火 随着时间的推移 第四场的对战再次开启 这边代表华夏出场的依旧是长生 而樱花这边出战的则是樱桃空 比赛刚开始 这边的德川天皇就已经信心十足 地边是已经启动了影子奸细 地边是樱桃空的本命神明 极其擅长魅惑之术 在他的眼中这句华夏必败无疑 同时华夏这边同样心惊胆战 要知道樱花这次出战的神卷者 完全没有任何信息 只见樱桃空食指倾处神起之时 地幅幅幅画卷也在此刻凭空而出 很快这边的樱桃空就完成了召唤 但此时樱桃空却是驻足观望 迟迟不见他有所行动 一时间台下的人都集成了热锅上的骂着 要知道醒神时间已经不足一分钟 眼看着樱桃空成功醒神 身后更是多出一位九尾妖神 其余国家的心中皆是一正 眼下的神明不仅极其的美丽 就连举止都略显妖劳之谈 就在其出现的瞬间 不少意志薄弱的人都被其勾去了兴致 见状华夏的观众皆是屏住了呼吸 只能祈祷陆长生不被魅力 可迟迟不见动静的陆长生 如今却是嘴角勾起 果然他召唤的神明是玉枣前 樱桃国三大妖王之神 既然已经知晓他召唤的神明 那就不必再等了 随即陆长生也将手放在神起时 而随着光芒绽放 陆长生的心中也是一阵 没想到被召唤出的竟会是这位神明 眼下出战的正是四圣之神 而先前长生唤醒的盘古明显是人神 如唤醒错误的神系内将会化为姬服 然而此时的陆长生却是坚定的一步踏出 天鹏元帅镇天官 铁甲雄姿应日海 九尺钉耙横势力 三十六遍迪万能 晚辈陆长生 恭迎天鹏元帅 朱邦烈 闻言樱花国这边却是一阵又一阵姬服 毕竟先前唤醒妖神的仙女 都暴毙在神起台上 在他们眼中 长生已经跟一具尸体一般无二 可随着长生的声音落下 一位英俊男子也从画卷当中出现 随着那道身影越发凝视 樱花国瞬间瞪大了眼睛 没想到长生竟真能唤醒妖神 同时院长这边也是新醒路 难不成盘古不仅仅局限于人神的神系 然而与此同时的德川天皇 却早已气得咬紧一关 这尊妖神人神依然是男性 我相信没有男人能抵御注意早前的魅力 随着陆长生的醒神成功 一道高耸挺拔的男子也出现在了擂台之上 听着场外的喧闹 天鹏也是看向了一旁的长生 外面为何如此过躁 闻言陆长生则是抬起手臂 此处是神话擂台 异族欺压滑下 晚辈陆长生 恳请天鹏元帅 镇压异族神明 然而闻言的天鹏 却是在此刻将九尺钉耙收起 异族欺压滑下 于俺和甘 俺只想静静地省月 默默陪伴着他 说着这边的天鹏就朝着擂台之外走去 见状陆长生连忙作一挽留 眼见天鹏无动于衷 嫦娥还知道那猴子与和尚 眼见有戏长生随即再次开口 表示自己不仅知道 他有能力唤醒对方 听到了这话天鹏则动荡无趣 现在的人竟连大话都不会说 可这边的长生 却是没曾注意到他脸色变了 我知道诸哥你不想成为他人的棋子 但是倘若我能唤醒 拔下重生 举漫天神佛之力撕碎那无边黑暗 把您曾经丢失的清白与尊严 让嫦娥大圣 玄奘全部脱离束缚 您可愿意出战 随着这些话落在天鹏耳中 一时间他的身上 也爆出了一道极其恐怖的气息 狂妄小儿 你莫不是在这消强我 不过运擂台第二战终于打响 而作为天鹏星的代表人物 朱八戒的首次出场 就表现出了厌战之态 仅是请战回火 陆长生就被天鹏紧紧钻住咽喉 逼得长生无奈 只能唤出旁骨针身 而随着旁骨的险限 朱刚烈手中的动作也将在半空 空中的虚影 让他看到了绝境之中的袭击 这下他在无法克制内心的激动 连忙收起自己势力的态度 没想到小子 你竟然能唤醒旁骨大尊 俺还真低估 见状长生随即再次请求天鹏出战 文言这次的天鹏 也是一转刚刚态度 既然旁骨大尊都愿意伪身于你 俺老猪可以相信 说吧 下一战要打谁 而看着远处的玉藻戚 一时间长生也不好说些什么 于是久久长生才造出对方来历 一族的一只九尾狐 他擅长魅力 对男性有异常的吸引力 可文言的天鹏却是开始活动身体 一只蛮一小妖霸 我还以为会是多大的人 眼见擂台上长生迟迟不幸自在 樱花这边顿时也是笑成一品 看来华夏拓的新人神圈子 已经被樱桃空迷的神魂颠倒 然而没等他们的嘲讽继续 这边擂台之上的天鹏就已经拿出了武器 再次变化成了一名英俊男子 这番神奇变化 瞬间也让不少国家的心中 掀起惊涛骇浪 华夏的这位古老妖士 体内蕴含的神力果然不容想去 但最多的还是想一堵这位妖士 到底能不能经注于早前的魅力 随着天鹏拿出武器 这边的樱桃空也不再观望 缓缓挪动步子走向长生 陆桑不得不说 你和你唤醒的神明都很有魅力 言霸他就缓缓地脱下了身上的魅力 不过我有一个很好的提 说着他走往的一把将云之神弃 陆桑不如加入我们樱花 我们必定会奉名为入木之兵 我们不会像华夏国一样 让初次觉醒的天才神圈者一身设计 连番多场神战 大樱花会供奉你的神力 清静一切让你成长起来 闻言露长生却是目光极其坚定 内心丝毫未曾动用 可这番操作却是给台下的院长紧张构计 没想到樱桃空一上来就是攻心戒 真不愧是有着魅惑之术的神力 但只能观望的两人只能祈求长生不被捕 眼见长生无动于衷 这边的樱桃空再次抬起神力 我们能给的不仅仅是至高无上的权势和情质 还有 严露这边他就潜然发动了魅惑之术 而这竖法的苦 也令台下不少意志薄弱之 纷纷开始了沦陷动力 于是他们也将目光移在长生身上 想要迫切知道 长生他会如何抉择 而面对着对方的苦惑 长生如今的目光依旧不曾动摇风险 直接将樱桃空的邀请拒之门 然而此时的樱桃空却是嘴角悄悄勾起 暗地将魅惑之术开到了最大功率 如果我还不够 我们樱桃国的任何女性神圈者 都可以任君采贤哦 严露这边樱桃的观众戏 瞬间浮现出的大量美人须翼 将长生团团包围 见状他的手心却是缓缓一掌 随着神兵投影而出 一道恐惧气息瞬间出现 而幻境也被这股冲击之下彻底破损 不知所谓 闻言樱桃空也并不能 只是实质轻质 口中的失望更是异于严表 可惜了 原本你可以拥有光明的味道 听到这话长生身上的气息 却是在此坦止 在我学近代史时 教授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尊严只在建宗之上 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一昧地退让与逃避 只会让七零米的人 更加猖狂肆无忌惮 如果我退缩了 如何对得起身后的千千万万 华夏是礼仪之帮 对待朋友有美酒佳肴 但对待敌人只有兵哥 而随着这句话的落下 刚刚被魅惑的不少华夏人 瞬间也被带出幻景 一时间台下伐一族的声音 响彻了整个泪台 同时才上的长生也做出攻击自然 而与此同时不远处万神殿 一股浩然正气的出现 也让扫地童子的心中瞬间一震 随着那股浩然正气的出现 伐夏的博韵顿势攀升了一位不止 另一边随着长生的身形移动 他也瞬间出现在了对方上空 剑撞樱桃空也不再施展内部 同时拿出折扇发起攻击 随着这一次的交换 樱桃空刚施展出的技能 也如摧哭拉朽般被打散 这下樱桃空额头也是气满冷汗 没想到不过一个心愿 竟能打出如此攻击 此子断不可留 博韵擂台第二战 天鹏与玉藻前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 随着长生将樱桃空的攻击打散 他的心中也升起了浓浓的杀意 既然无法拉了 那就只能将其击杀 说着樱桃空就开始快速结音 随着势法结成 空间内瞬间多出了三道人影 其身形几乎跟樱桃空一般无二 而这正是樱桃国的人 随分身 瞅着面前的人影 长生的心中丝毫不敢打 因为此时樱桃空的气息告诉他 他的法力可远超松本林中 随着两人目光接触 樱桃空手中的宝刀也同时出墙 二天一由空影者 瞅着密集的攻击席卷出 长生的心中也不由打了一个冷战 但缓过神后 长生刚急附身 瞅着擦身而过的四道攻击 他的心中更是掀起了惊涛快乐 没想到樱桃空不仅仅局限于魅力 攻击力道也丝毫不足 眼见长生倒地如此能备 樱桃空的心中也是满满不信 口中的调侃更是不断 连把他再次扬起了手中的肩膀 表示下一击必将分出胜负 樱桃空的攻击又一次卸 眼下的局势对于长生来说 已经逼入死路 但欲惜尚存 随着他的一声高号 一道更为强悍的攻击 从九尺钉塔当中蹦发 一边斜盖的随时 瞬间将他的攻击打散 而更恐怖的是 长生的这一击 可是有着二段爆发的 这下樱桃空直接吃满 整个爆炸伤害 眼见长生来到跟前 樱桃空也是不甘地抬起脑袋 没想到自己毫无破绽的分身 竟被一击打散 与此同时的另一面 随着战斗打起 玉藻前也是妖魅地看向天鹏 你这猪妖倘若给我跪下 我可让你一览我群体的风光 闻言天鹏却是看向天空 压根不看玉藻前的目光 玉他逼手极了 听到这话玉藻前顿时有些愣声 这还是他第一次被人骂着 没等他缓过神 这边天鹏的攻击就一道眼睛 但这一击并未对其造成什么有效伤 玉藻前一个撤身 就快速跟天鹏拉开了身形 而同时他手中的攻击 也开始在此刻凝聚 伴随着树鼓发动 玉藻前的身形瞬间暴涨 强大的妖神气息 也让天鹏压得转了过气 但此刻玉藻前却并未停止 天妖之怒紧随而止 一时间台上的气场 瞬间被玉藻前占据 同时长生也是摇紧大关 没想到玉藻前凭借的神气加持 妖力竟会暴涨几乎十倍不止 可此时的天鹏气息同时暴涨 随着天地法相溢出 气息再次持平 两股狂暴的能量开始了无形中碰触 眼见天鹏同时爆发气息 玉藻前的动作也紧随而止 那道攻击在攻向天鹏的同时 竟诡异地开始分裂 呼如其来的一幕 让天鹏则有些手足无措 但很快他就适应了他的攻击节奏 随着天鹏的飞机 那些难缠的妖火也被瞬间打散 而鱼下的攻击更是直逼玉藻前的面目 看到这一幕长生的心中又是一惊 要知道玉藻前可是3S级的神明 天鹏的等级可远远低于对方 陈色的片刻长生也终于悟出道了 那就是绝不能依靠觉醒等级 来判断任何一个神明的实力 眼见自己被压制 玉藻前气息在此刻又开始暴涨 随着他高起双臉 整个空间也逐渐变死 就连擂台之外天色都逐渐地开始阴着 一时间整个场地都变成了玉藻前的灵 这一击玉藻前信心十足 那燃烧的火足以将眼前的死族烧成灰烬 这就是作为妖神带来的绝对自信